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消防队出动云梯车救援 可见火势猛烈 下午一点半左右 未在台中文新南路这家小吃店 传出火警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浓烟烈焰直散天际 因为一整排都是矮防火势 迅速蔓延 烟烧左右共四户 消防队员还用破坏器材把门锯开 避免火蛇在里面闷烧 老板眼看店面被火吞噬 吓得不知所措 来听听他的说法 他也不知道他怎么会骑我啊 那那时候第一时间的处置是怎么样 把瓦斯桶拿出来吗 怎么样 他好像关火了 他把瓦斯关掉了 老板说昨天才开工 女店员在店内炸牌鼓酥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引发火事 还好女店员没有受伤 但火烧得很快 一下子就烧了起来吞噬整家店 连旁边的餐厅也遭到波及 现在没有办法营业 只好拿着订单一家家打去 取消对方订的年菜 大过年的没想到惨遭注容 这个年一开始就不太好过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情形 将镜头交换台北